公颈癌是什么原因领起?张新闻,妇女保健中心主任医师 预防公颈癌实际是一个妇女预防两大类疾病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疾病 一般两癌筛查就是公颈癌筛查和乳腺癌筛查 那么实际上公颈癌的发生也目前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原因 就是人乳头状病毒也就是HPV的感染 这个病毒的感染造成了公颈癌的发生 当然不是所有的HPV感染最终的结局都是公颈癌 但是HPV感染是它的一个必然的因素 就目前来说 因为它公颈癌的发生跟HPV感染有关系 所以在我们预防公颈癌过程中间 首先我们就是做的HPV感染的一个检查 当然HPV感染了以后 我们还要再伴随着要查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的改变 但是公颈癌的发生首要因素 就是HPV感染 专家提示 一 公颈癌的发生 目前有一个明确的致病原因 是人乳头状病毒及HPV感染 二 做HPV感染检查 HPV感染后 查一些其他的病理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